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公元七世纪,一个大唐僧人踏上古丝绸之路 前往遥远的西方佛陀国度寻求佛法 大漠雪山,它命悬一线,城堡森林 它九死一生,怀着坚定的信念,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 19年时间,经历110个国家,形成5万里 在异国的土地上它被奉为先知 在佛陀的故乡它成为智慧的化身 大唐由于它的缘故,生育远拨万里 就连它脚上的马鞋也被信徒公为圣物 然而它选择放弃荣耀返回故土 它翻译的佛经达到了47部,1335卷 这是一个前无故人,后无来者的成就 它就是玄奘法师,西游济经艺术家功后的唐僧 当时玄奘法师西行取经 由古都长安城到天竺,极限印度北部地区 主要有三条通道 一条是距离最远的北线古丝绸之路 也就是玄奘走的这一条 一条是距离最近的中线 经过青藏高原的土拨国 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天竺 最后一条是距离居中的南线 自长安出发向西南方向 经过云贵川翻越横段山脉 进入县缅甸密支那或者曼德勒地区 进而向西进入天竺地界 后面中线和南线在路程上 都比玄奘走的北线要短得多 那么玄奘为什么不走云贵川 缅甸县和青藏县 而非要绕到西域再到天竺印度呢 首先是南线唐朝时期西南地区 特别是云南 还处于本地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 小国林立 同时由于横断山脉的阻隔 交通信息闭塞 不少小国还不知道圣唐的存在 参见汉朝时的夜郎兹大可见一般 这对于玄奘静观出关很不方便 更麻烦的是 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西南地区 雨林密布 独虫瘴气对于 生活在北方的玄奘来说 是难以适应的 而且也没有这条云南 缅甸线路的资料 完全相当于独自开辟一条新通道 其难度和危险性很可能招致丧命 即便是到了1942年 中国复缅远征军在穿越缅北地区的野人山时 也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可见西南巷的滇缅县是何等的环境险恶 然后是中线翻越青藏高原到达天竺 这条线路看似距离最近 可结合当时的背景条件也是难以成型的 一来当时青藏高原由吐蕃国统治 而且当时吐蕃所信奉的还是原始宗教本教 直到公元629年 松赞干部平定吐蕃内乱降服杨童统一西藏 迁怒罗歇经西藏拉萨后才开始引入佛教 想顺利通过本教的地盘 去求取佛教经典跟与虎猫皮合一肯定行不通 二来当时的吐蕃跟唐朝还处于对抗状态 双方为了防止对方间谍渗入和证据稳定 是禁止平民百姓出国的 公元627年为获得唐太宗批准的玄奘 还是悄悄地出关西行了 1999年原来统一的吐蕃王朝出现了内乱 或统一吐蕃的是宋藏干部 即便有成熟的穿越青藏高原 到达南亚次大陆的路线 但安全上也完全没有保障 而且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入藏 唐朝和吐蕃一家亲时 已经是玄奘法师 西行14年后的事情了 此外还有穿越青藏高原的难度 青藏高原不同于西域沿途 都有连续的绿洲补给水源 大片的无人区和恶劣的高原气候 更是一对习惯了低地环境的人造成致命影响 即使没有吐蕃人的威胁 玄奘法师要是贸然前行估计也没命到天主了 事实上即使到了近代的民国时期 中央政府派员去拉萨的话也多会取到印度 再翻越喜巴拉雅山脉的山口 再进入西藏 1951年中国解放军从昌渡进藏时 18军之数的1200匹罗马 绝大多数倒闭 只占原因高原圈阳口鼻流血达三分之二 还有五人牺牲可见青藏高原通过之艰难 上下的北线也就成了玄奘唯一的一条可行的路线 那就是沿着古丝绸之路西行 虽然会绕一大圈多走上千公里 翻越很多雪山大漠但要安全很多 一来佛教的传播路线本身就是从南亚出发自西向东沿古丝绸之路传播的玄奘法师西行 是反方向而为 也是当时最成熟的路线 而且还可以沿途考察西域佛国 二来 当时统治中亚西域的实习突厥在外交上已经跟唐王朝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蒙古高原上的东突厥了 所以即使圣唐帝国还没有直接控制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 当时唐朝的势力范围 也就到达河西走廊 玄奘此行的安全也是有所保障的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真关三年 玄奘法师沿着楚河流域 来到岁叶城 金吉尔及斯斯坦的托克马克 公元630年牧春 在这里他见到了来此打猎的西突厥杀波洛克汗 并得到他丰厚的资助及通行国书 克汗甚至还派了一名通汉语的少年随行 一路护送玄奘西去 这件事情记载在《大唐西域记》中 至于岁叶城当年的模样 他书中记载 岁叶城一直被称为素叶城 诸国商户杂居 一路上多是浓眉求然 透着飘汗之气的游牧民族 或者蓝眼珠 阴勾鼻的胡人商骨 这句话也证明了 居于楚河和谷核心的岁叶城 在唐朝时已经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实际上岁叶城的鼎盛时期 是在玄奘西行27年之后 唐朝分别于640年 和657年彻底击败东西突厥 俘虏东突厥杰利克汗和西突厥杀波洛克汗 突厥汉国灭亡 随后唐朝在元冬 西突厥领地分别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 其中在西突厥故地设置了包含秋辞 金新疆库车 舒勒金新疆喀什 于田金新疆和田和岁叶 金吉尔及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的安西四镇驻军镇首 后又增售安西 北亭两个都护府 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桶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落 各城邦 古丝绸之路随之兴盛繁荣 此后突厥人在史籍中逐渐消失 而在波斯人 阿拉伯人 拜占庭人和后来的西方人史籍中 一批批名为突厥人后裔的部族 却在中亚西亚的大地上驰骋 给世界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 那么道路艰险 语言不通 真实的唐僧西行前都做了哪些准备 玄奘法师决一西行 然而西行之路艰险无比 他应该比今天的你我更清楚 毕竟在玄奘之前已经有一百余位西行取经的僧人 然而归来的却不足四分之一 相信玄奘法师常年在长安游历肯定是知晓的 一 玄奘西行是偷渡出境 还有一个语言问题需要考虑 西域各国语言不一 又与天竺范语不同 玄奘要西行必定语言交流上会遇到困难 特别是范文更是不可或缺 初唐时期 国家不稳定 由于与西突厥关系紧张 因此贞观时期对西域边界管理及其严格 朝廷严格限制国民出境 公元627年 玄奘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僧侣 共同三番五次向朝廷提出申请出境 于西行求法均遭到了拒绝 可是玄奘西行取经义已决 没有朝廷的通关文书 那就只有偷渡一条路可走了 既然偷渡就要面临朝廷的审查与追捕 西行之路就更加困难了 对玄奘的考验也更加严酷 二 玄奘西行靠什么和西域诸国交流 如果您觉得玄奘就像西游记的唐僧 以下于是只会喊悟空救我 那么您就错了 事实证明真实的玄奘 对将要开始的西行之路 是做了理性的分析和充分的准备的 那么玄奘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呢 下面的事实一定会让您震惊的 首先语言是必须要准备的 史记记载在长安广求凡人便学奇语 这里主要是于甜语 烟奇语 罗兰尼亚语 突厥语 范文等等 玄奘通过惊人的毅力和语言 学习天赋在极短的时间里精通了这些语言 据现代学者考证分析 玄奘掌握和了解的各种语言及方言多达八九十种 不得不说玄奘是个语言天才 这可能源自本身的天赋 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西行取经的渴望带来的动力 三 玄奘还进行了哪些残酷的训练 仅仅掌握语言是不够的 西行之路慢慢黄沙 上无飞鸟 下无星人 以人之白骨引路的地方多的是 所以强健的体魄也是必须的 要不然西行之路就是有去无回的死亡之路 为此玄奘进行了 类似现代铁人三象般的严酷训练 每天跑步十公里 洗冷水早预防感冒 搬砖承重走路等等 因为在西行之路上玄奘要背一个背篓 带足够的粮食和水 最后一项也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那就是玄奘要进行耐壳试验 耐壳试验从正常人的一天是杯水 逐步减少8杯 5杯 3杯到一天一杯 这已经很严酷了 但是玄奘最后是在挑战三天一杯水的情况下 才开始西行的 耐可试验最终拯救了玄奘 再从瓜州到伊乌的沙漠了 玄奘迷路了 又打翻了水壤 四天午夜低睡未尽 换作常人早已倒在了茫茫的沙漠里了 可玄奘最终依靠坚强的毅力 和西行前残酷的训练 找到了水源 不但拯救了自己 也为中国佛教事业挽回了损失 有志者是进程用在玄奘法师身上 再合适不过玄奘法师西行之路的艰难险阻 因为有了充分的准备 坚韧的毅力和对佛教的信仰 终于取得了成功 而充分的准备往往被我们忽视 值得我们深思学习 祝大唐西域既由玄奘本人口述 弟子遍积笔录而成 详尽地记录了他西行十九年的历程 三藏法师传由玄奘的弟子 惠丽和燕宗撰写 真实地讲述玄奘的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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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